好 这个礼拜我们讲了这个故事 跟这个问题 这是很多家庭都发生的 尤其是所谓的长期照顾 家中有老人可能失智 要面对照顾的情况 你可能还要上班 才能够赚这个钱 负担这个移工 家庸等等的薪资 现在照顾他 照顾这个父母亲 或是家中的老人长辈 但是呢 现在一直命令 让这些中产家族负担压力更大了 因为上个礼拜 劳动部拍板定案 家事移工立刻加薪 从现在基本薪一万七 调高到两万块 直接足足加薪三千块钱 如果换算幅度是高达百分之十七点六 一般人加薪有幅度这么大吗 当然没有 所以这让长照家庭 现在尤其是中产家庭 土露心声 说负担暴增 没有把其他成本算进去 这劳动部没有看到这样的痛苦 因为呢 工资一万七到两万 其实早就不是现在这些家事移工 的基本薪资 大家都提高了 不然他早就走了 他早就不做了 很多人说呢 早就帮这些家事移工提高到两万四 加上安定就业费 加上健保费 大概要四千块钱 还有照顾他一天三餐 另外呢 还包含吃跟住 还有周末加班 算一算夯不郎当 请一个外事移工 你可能要花到一个月三万八千块钱 好 立刻请这个瑞珠姐上来告诉大家 这就是呢 现在大家痛苦的地方 最近说到怎么办 但是呢 拍板都定案了 那也没办法 只要想办法去努力赚钱 但是另外有一个方法是 喘息服务 我们可以善加利用 什么叫喘息服务 喘息服务就是说我们在照顾 这些失智的家人 还有失能的家人 那你就不能去上班啦 你要全天的照顾 刚刚讲的那个前面的这个 看护工的工资高涨这么多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这两三年来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这个看护的这个移工 就没有办法进来 那所以缺工的情况之下呢 那很多就这个坐地起价 本来说这个法 这个工订价格是一万七 所以就像已经涨到三万多块 所以呢我无力负担的情况之下 我是不是自己来照顾 对那我自己来照顾 我就没有办法上班啊 这样就没有薪水啦 对啊那怎么办 这样连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 是然后再来呢 我们长期照顾一个病人 我们可能自己的身心灵呢 也会受到这个非常这个沮丧啦 那所以在这个一个情况之下呢 在五年前我们记得以前不是有个长照长照 对 在五年前呢政府就推动了一个长照2.0的升级版 那就是讲了这个喘息服务 他喘息服务顾名思义就是说 哎呀那你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也是要让你透透气啊 你在周六日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休息一下啊 然后有一个替代的人力 那这个替代的人力呢 当然了 那那你也是要这个花钱来请 所以这个政府呢 就给你做一些补贴 所以这个喘息服务呢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看护工 因为平常我们有这个看护工嘛 那除非你没有的时候 那看护工他也是要期休一 他也要休假的 要期休一 还有他时间到了 要返国啊 去这个探亲啊 再来就是说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怎么样来协助这个家属 来分担这个照顾 就会有人可以帮你照顾 就是让你喘息一下 那哪些是可以申请的 哪些人可以申请的 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当然一定是 你必须要照顾有失能身心障碍者 那他的等级一定在这个二到八景 那在各县市 你都可以来做申请 所以最简单的 就是说你需要照顾六十五岁以上的衰弱者 或者五十岁以上的失智者 甚至于我们原住民里面呢 有五十五岁以上的失能者 你都可以来使用 就符合这个条件 可以申请 有一个替代人力或者补贴 那如果我已经有请这个外拥的 就是家室移工的 这我可以申请吗 一样可以申请 所以我们刚刚讲家室移工 他也要期休一啊 那星期天就没有人照顾啊 那我们可能我们的专业也不急啊 那所以呢你就可以来跟这个当地的县市政府呢 他有个照管中心 你可以做预约 来打电话预约说 我星期天需要一个替代人力 来帮我照顾我们的家人 所以呢 这个喘息服务裡面 他最主要还有一个空窗期的一个运用 第一个我刚就讲说 这个我们的家庭看护工呢 我们不是要开始申请 要跟这个运你的越南的啊 时间要搞半年耶 有那天来的一个分析师说 他一年半才申请到 而且他很好运 一年就申请到了 算好运的耶 对对 这个当然要看你跟接洽的对口单位 他能不能 所以呢 在他还没有抵达的时候 你就可以适用传席服务 来跟政府来预约替代人力 再来就是说这个 我们常看到这个看护工呢 还会逃跑 会失联 固着固着不见了 或者他跟他这个私人的这个家属 这个发生摩擦啦 或者这样的情况 不见了 那你就马上就没有看护工 又请不到 是 然后再来 我们的看护工也会 因为可能一些原因呢 被转出去了 或者他已经骑满了 骑满了六年十二年骑满 他就离开 这些人是可以申请的 空窗期的情况之下 你就来试用传席服务 好 那服务项目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 他能够帮我们做什么呢 传席服务呢 他有分为这个居家式的船席 社区式的船席 跟机构式的 我们先来看居家 刚刚讲 这个我的看护工 他要期休役嘛 那我也没有办法照顾 所以我就跟这个照管中心 照顾管理中心来预约 那所以一天里面呢 你可以预约三小时 或者一天里面来可以预约六个小时 一次一次三小时一次六小时 那这个替代人力呢 他就来帮你来照顾他如厕啦 要洗澡啦 要服药啊 要推背啊 要拍背啊 这很重要 而且这也有一点专业上的一些 有时候是洗浴的部分 这些东西就是比较专业 所以这个替代人力就到家里来 所以才叫做居家喘息 那社区喘息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这个规模比较小 他是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 照顾中心 对 那你可以打电话跟他预约说 我可能礼拜几需要一个这样替代的人力 那在社区里面 他有做这样的服务 所以你可以跟照顾中心来联络 那你联络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他 你自己的照顾者 跟这个失能者双方的个资 那他会帮你来做这个派遣 安排 那另外一个就是规模比较大 就我们讲的这个长照中心 这个机构的喘息 那机构喘息呢 他就是说 有的是住在医院 那医院呢 他就转接到这个长照中心去 这是可以住的 对 或者我们的家人呢 我们的家人 你也可以把他到这个长照的机构里面来 对 那他所以他可以这个提供住宿嘛 那这个喘息服务 他是一个补贴的政策 或者一个替代人力的运用 所以他可以提供你一年十四天 或者二十一天的喘息服务 最常可以到二十一天 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这种服务看起来也是要收费啦 因为也是请人家帮忙 人家也是很辛苦 但是这种收费这种补贴跟补助到底怎么算 平常我们如果要这个临时需要找一个看护的替代人力 目前的行情是一千六百块一千六百块 那政府呢他的一个我刚讲喘息他就是一个补贴 所以呢他呢一年可以补贴你三万两千三百四十块 一年补贴 对十四天 十四天 那这样子除下来呢一天呢就是大概两千三百一十块 是这个补贴人力 就是比我们比我刚刚讲的我们平常在找临时看护工的话 一天是要一千六 那政府可以补贴你两千三百一 那就可以补贴的cover的过来了 但这是失能者的二到六级 这边还有分失能的级数啊 那如果说比较严重一点 严重一点的你的这个家人呢 失能失智到七八级的话 他补贴就更多 更高一点 一年可以补贴到四万八千五百一十块 那可以到二十一天 那这每一天除下来都是两千三百一十块的 了解 所以分失能的等级的部分 但是也有特例可以到最高三十一天 对啊可以到五十二天 对可以到五十二天 如果五十二天乘以这个两千三百一十块 这样一年可以补贴十二万 是 所以如果这个家属有这样需要照顾 你的这个失智的加油 你可以好好的来 但是我们在讲 那现在还有更高的补助 因为不见得每个人家庭状况一样 有人就是家庭 就是真的是更低收入的 这种照顾 这怎么看 他的补贴 刚刚我就讲 我们平常要申要这个 请一个看护工 就已经到三万多块了 又缺工还请不到人 好那如果说你临时要找人 一个小时要一千六 其实对我们一般家庭 也都是负担的 所以这个喘息服务呢 我刚刚讲 他是一个补贴政策 所以呢 我们只要一般家户有需要 就一般 就我们一般家户你的家人 有需要人家照顾的话 政府就补贴你八成四 我们只要付十六趴 我们也要负担 对了 所以我刚讲说 如果你一天需要 这个补贴政策是一天 可以补贴你两千三 一百 那我们只要负担十六趴 其实这样差不多只有三百五十块而已 等于你如果今天需要请一个替代 人力的看护工 你就要支付三百五十块 这是这个补贴的部分 一般家户 但中低收入当然补贴更多一点 那中低收入的话只要补贴五趴 如果这样的话只要付一百块左右 低收的话就是帮你全额了 你就不用自付了 所以这样一个喘息服务 对我们的照顾者的家庭来讲 就很好 才不会产生像我们最近新闻 很多社会上发生的悲剧 对好 就很多照顾老人照顾这个长照的 其实是心理憔悴 这是一个喘息服务 但也特别讲到 怎么申请 申请流程如何 拨打专线一九六六长照专线 那亲自到住家附近的照顾管理中心 可以去咨询 来预约的 长照的出院准备服务 这也会有 这是服务申请的相关流程 谢谢瑞珠告诉大家 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跟大家都有关系 这个照顾的部分 还有包括这也是社会福利 的确很重要很重要 好 下礼拜台股的行情 要特别留意了 下周关盘重点 还是震荡盘吗 顾总 还是震荡盘 除非是有两件事情发生变数 台股站上季线之后 两个变数 一个是美股的波动 跟大盘的成交量 技术指标在这个地方过热 季线下弯 如果不会 如果没有办法补量 会延长的震荡 政府复盘 已经到地位阶的群创 下周最可能在 ABF宰版 大家注意一下 多方的修正走势不变 布局低价位的齐挡股 那看好的是ABF宰版 特别留意 南电新兴紧缩 好 这是下周关盘重点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待会请您持续锁定 非凡夜行新闻 祝您晚安 再会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